好 你們嘴巴上 真的說要談國政 但就我們看起來你們沒有 你們去扮演魯夫 去扮演 你這邊扮演艾斯 然後去射你們的三隻劍 有看喔 這個怎麼會是談運國策呢 OK 因為是幸運的武則天 那我先講第一個NO 是指對於幸運這件事情 大家都說小英總統撿到槍 那不是 但其實我要一直要問的事情是 為什麼 這些東西 會算是小英總統的幸運 或剪刀牆 為什麼這些發生的事件 韓國瑜總統 候選人沒有辦法拿來應用 因為我們不想政治操作 這不是真的操作的問題 不是香港失血 蔡英文補血 這是第一個時間 大家覺得 誰有辦法站出來捍衛 台灣或中華民國的主權 因為韓國瑜市長在當時 這個跟捍衛主權有什麼關係 在當時 要選舉的時候 那你奈民法會怎麼不改 因為韓國瑜市長 在當時要選舉的時候 他跑去找香港中聯辦 又來中聯辦 就只有這一招 你面對香港 他們現在在這麼嚴重的 我們是不操作 我們是不盡操作的問題 選情真的很緊繃 有沒有 看那個葉原資的血壓就知道 來 太想第二個NO是什麼 第二個NO是指武則天 那武則天其實它就是一個 以皇皇帝的概念嘛 但是其實 我們在討論任何事情 從來都不是一個藝人獨大 或者是 大家都是一個共識角的概念 所以這兩個NO 第一個 它並不是幸運 好再講到 不然我們講中美貿易戰 這樣可以了吧 這樣夠不政治了吧 中美貿易戰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知道會有轉單 然後會有台商資金回流 那為什麼中美貿易戰 會讓台灣今年的GDP成長率 可能是亞洲四小龍最高 這並不是幸不幸運的問題 這是因為政府 他們有做投資回流的獎勵措施 是因為政府 有成立了一個專案辦公室 去審查 回來的基金 不會拿來作為 房地產的投資 會實質拿來投資 廠房跟設備 這些都不是跟幸運有關 都是實質上 政府有在為 不論是現在 國際行在的動勢 然後去產生出新的做法 但是葉原資先生 您剛才作為一個發言人 你講的都是口水 你講的都是說 你們要談政見 但最後 你還是針對一兩句話 然後去持續的衍生 這就是你們現在 呈現給大家的態度 你們嘴巴說要談政治 嘴巴說要談政見 嘴巴說要談國策 但是你們國策 現在最近的幾支記者會 連韓國瑜市長都沒有去參加 你們要怎麼讓 選民去了解說 這些國建 這些國政 韓國瑜市長有討論過 可以去背書的 你們嘴巴上 真的說要談國政 但就我們看起來 你們沒有 你們去扮演魯夫 去扮演 你這邊幫你艾斯 然後去射你們三支劍 有看齁 這個怎麼會是談論國策呢 OK